要挑战赛决赛 那一代赛第一场比赛即将开始 唐柔 韩燕如对阵肖诗青胜利面 鱼队 你觉得如何 各有游圈 都有个赢面 我就觉得唐柔面的赢面很大 他的手速绝对能冲到肖诗青乱的方向 也是时候该让新人像我们听听老人哭了 这场战术大师肖诗青 唐柔强大的手速能否补充自己战术上力不足 那让我们拭目一大 好了 正式进入比赛 我们看到唐柔延续自己的风格 一开始便冲向第一局冲腰 机械师与战斗法车对战 你消失厅肯定会选择用射程用事 远程消耗 果然顺利看到自己被发现 立刻选择拉开距离 果然击中了 韩燕如被击飞 韩燕如调整很快起身反击 韩燕如调整好凶猛啊 竟然还能反扑 机械追踪让人行动致患 所以首选按理说应该是防守或者是闪兵 但是唐柔反而选择了强攻 他宁可牺牲大招的伤害 也要这个最招的攻击效果逼近生灵面 反而打得消失前一个措手不及 观众朋友你们看到了吧 这些战术大师啊 平时一个个脏的就跟风波没一样 就需要这些反抗路选手 来杀杀他们的锐气 反而打得消失前一个措手不及 真是大快人心是不是 此时声音没认出跳雷 韩燕如无法发觉危险了 此刻韩燕如躲过了攻击 他是怎么发现的呢 是巧合吗 还是证据 都是 是小唐对声音的精准补多 作为钢琴高手 听力比常人要敏锐很多 肖时钦这招声音陷阱 失算了 小唐就是厉害 连肖时钦的策略 也玩不转了 先别几日下节目 那可是荣耀四大战术师之一 消失先 圣灵面极械空头 启动弦阵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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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阵 还要把对手跟丢啊 小队 李赛三作为战术大师和新飞代表的萧世青 接下来会怎么做 他会利用自己那些稀奇古怪的道具 将战军通入最适合自己发挥的环境 管他这么做 我就希望唐如妹子一举破茧成功翻盘 看来韩燕如无法判断生命命的意图 走位非常进行 商榮面固剂重施利用声音陷阵 发出了两颗跳雷 坎草巧妙地完美的速度 这招明显不管优 为什么他会选择这一步选择 商榮面固剂重施 并不是为了消耗环境肉的血量 而是为了营造造肉 进入自己的身心 要结束了 萧世青已经算好了今年的伤害 差不多了 中了 韩游被击败 圣灵面一步步将他带入自己的节奏 最终以百分之七十的血量 获得第一场内台赛的胜利 怎么就输了呢 这怎么可能呀 小棠一路都应付得特别好 肖世青那么多攻击 他都能躲得过去 他怎么会输呢 小棠反应敏捷 打法更好 属于天赋极好的进攻性权手 肖世青 恰恰是利用他的长处 拖垮了他的节奏 什么意思啊 长时间的高频操作 小棠也会来 有点涛 我能身边 还会有大点 你都回想被继续 把解决 强败 这些确实 你看 你怎么形的 啊 这些确实 跟人杀 我 表现了 没有什么不可能 星星虽然首发失利 但唐柔作为荣耀新人 这样的发挥 已经足够给家世心理威慑了 虽然最终输掉了比赛 但是让整个荣耀世界 认识了一位冉冉升起的 战法新星唐柔 感觉如何 怎么样 郁闷 肖世青这个人 比我遇到过的任何对手都可怕 这没什么的 对啊 这没什么 肖世青这种级别的选手 就是放眼整个联盟 也不会有任何人敢输 谁能胜过他 比赛总是要输赢的 这我知道 但是我对他完全没有办法 即使我用上了所有的力气 我也占不到一点点主动权 如果这个问题 三句两句就能解决 那在你上场前 我就可以告诉你了 你现在所面对的 是荣耀最高水平的选手 如果说他有什么天大的漏洞 被人利益 那他也不会有今天的地位 继续努力 全面充实自己 从此以后 就不会有捷径了 队长说得对 荣耀 真的好难 所以才有趣 不是吧 确实很有趣 行星的第二位选手是莫凡 这位以快准分剑长 善于忍耐和等待的前十荒者 是否能够突破 消失金的包围圈 杀出成围呢 让我们期待他的表现 擂台赛第二场 精心派出忍者毁人不倦 挑战极限时生灵命 消失金这个老狐狸 这个战术大师上一场虽然赢了 但是也被唐柔妹子消耗得够呛 毁人不倦加把劲 这场还是很有机会的 好了 比赛开始 开场毁人不倦迅速移动 寻找合适的位置 隐藏自己 这是非常典型的忍者开局 第一时间占据高点隐蔽 利用视野优势寻找机会 看来莫凡有望碎里突围啊 行李面释放天字眼 寻找毁人不倦的位置 消失金